我们来谈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就是算体积的几何重心 或者是一个三维物体的重力中心 基本上你们看 只要你们了解的第一小节 第三小节啊 事实上是非常类似的 我们看右下角的这个图 假设呢还是一样 现在有一个三维的物体 有重量的 我们把物体变成很多个小指点的集合 每一个小指点的重量 那坐标是X轴Y轴 因为我要考虑那个重力加速度 Y轴是垂直轴 所以重力加速朝向负阶方向 因此每一个小物体的重量 分别把它叫做负的德塔W1阶 我们把方向考虑进去的 负的德塔W2阶 负的德塔W熟力阶等等 那总共的重量 就叫做负的W阶 像左边的图 右边的图是考虑一小块 左边图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右边的这个图 每一个小指点的重量 都是互相平行 所以是一个平行力系统 因为是一个平行力系统 所以像我们第三章讲的 我可以把这个平行力系统 合成一个单独的等效力 而且让这个等效力 作用在一个特别的位置 就如左边这张图所示 那现在这个的等效力 那依据我们前面讲到的重量 重力中心的观念 左边这个图的等效力 就会穿过我的重力中心 OK 就会穿过我的重力中心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基点 那我们现在就要找到基点的位置 那如果每一个小指点的位置 我们叫XIYIZY 就在空间中的坐标 那同样道理就是 右边这个图 每一个ΔW 对原点的力矩 等于总共的重量 在基点这个位置 对原点的力矩 因此如果假设基点的坐标 叫XBAR YBAR ZBAR 那我们可以得到 因为这两个图的力量 是等效的 所以在力量方面 -的就是沿着Y方向的力量 要相等 所以左边的图 -的WJ 等于右边的图 summation的-的ΔWI summation起来 然后在J方向 同样的道理 我们说RBAR Cross 我的-WJ 等于RI Cross -的ΔWJ 这个RBAR 就是原点到基点的位置向量 等于是XBAR I 加YBAR J 加ZBAR K RI 就是原点到每一个小指点 的位置向量 分别叫XI 加YJ 加Z ZIK XI加YJ 加ZIK 那我们看 我把这个RBAR跟R 带到这个方程式 我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什么形式呢 因为我这个本来是RBAR Cross-Fu的WJ 我把W先搬出来 因为这是常数 我可以随便搬 所以变成是RBAR乘上W Cross-FuJ 等于Summation的 那个RBAR乘上YJ Xisé x32-FuJ 那从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是代表什么呢 某一个项 Cross-FuJ 等于另外一个项 Cross-FuJ 所以这两项 一定会相等 因此 从第一行 这个很简单 我们可以得到 总共的W等于Summation的ΔWi 但是从这一行我们也可以得到Rbar 这就不是Cross了 Rbar直接乘上W这个存量 等于Summation的RI乘上Wi 因为等号左右两边都是Cross附阶 所以应该是相同 那第一个式子就是我们指望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式子 我把它搬过来 玉米啊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把它搬过来 然后呢我们再把Rbar 也就等于XbarI加YbarJ加ZbarK带进去 RI用Xi加YYJ加ZK带进去 会得到了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只是一个像样等式 横等式 我们左右两边I方向分量相等 J方向分量相等 Z方向分量相等 结果就得到一个你们很熟悉的式子 Xbar乘上W等于Summation的Xi乘Wi Ybar乘上Wi等于Summation的Yi乘上ΔWi Zbar乘W等于Summation的Zi乘上Wi 你们看头两项 回顾一下 跟我们找平板的公式 平板的几何重心 重力中心的公式 一模一样 只是因为现在这物体三维 所以我们多了一个力 也就是等于说 基本上你要找重力中心 不管是三维物体还是二维物体 公式一模一样 只是三维多一个Z方向的分量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小值点 数字让它变成无穷大 那就变成了积分式 所以最后的积分式就是W等于DW的积分 Xbar乘上总共的W等于XDW积分 Ybar乘DW等于YDW积分 Zbar乘W等于ZDW的积分 那这个的积分是 我们随便跟各位讲一下 比如说XDW的积分 还是一样 等于X乘上重力加速度 乘上密度乘上DV 所以要找到三维的 这个就是一个三维积分 对体积的积分 跟前面一模一样 如果我知道总共W的重量 那我在执行等号右边的积分 这个三维的三重积分 我就可以分别找到我的Xbar Ybar跟Zbar 这是一个物体的 同样的观念 如果现在是一个三维的体积 不是物体 只是一个几何的体积 那结果是一样 总共的体积是V 我们会得到类似的结果 整个体积等于DV 这个体积的积分 然后这个体积的几何重心 我们把它叫做Xbar Ybar Zbar 那Xbar乘以V 等于XDV 那这边你们要注意 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一个 我们说XDA 等于这个面积对Y轴 因为X如果是二维的话 X就是小面积到Y轴的距离 我们说这个 回顾一下 我们把它叫做QY 也就是面积对Y轴的一次距 First moment of the area 整个这个面积对Y轴的面积一次距 那这边呢 我们是XDV 这个X不是DV到某一个轴的距离 是DV到YZ平面的距离 所以我们说它是等于Q的subYZ 所以XDV等于这个体积到YZ平面的体积一次距 跟前面的面积一七字 完全是对应 然后Y乘以总体积就等于YDV 也就是等于这个体积到ZX平面的体积一次距 Z bar乘以总体积等于ZDV 也就是这个体积对XY平面的体积一次距 所以我们现在介绍了三种 一个叫体积一次距 一个叫面积一次距 一个叫线段一次距 基本的定义 事实上都是相当的类似 只是要注意线段跟面积 是对某一个单独的轴的一次距 体积呢 是对某一个面的一次距 唯一的差别就在这 OK好 现在刚好四点 OK那还是一样 这个公式 你把这个体积变成DA V换成A 就跟前面我们讲到一个几何面积 它的几何重心的公式一模一样 只是多了第三个 所以我们讲了 你只要了解了 五至一节 那五至四节是相当单纯的 我们现在已经讲了 所以让各位了解 三维的物体跟二维的物体 以及三维的体积和二维的体积 在计算它们的重力中心或几何重心的时候 然后事实上公式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同样的道理 假定现在有一个物体 它的比重价码是固定值 比重价码是固定值 而且呢 解决说它的比重是一个均值的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像我们讲的 DW都等于价码乘上DV 总共的重量也等于价码乘上TGV 因此 因此 依照 我们前面所写的举例来讲 X bar W等于XDW 可以解成X bar 价码乘上V等于X等于价码乘上X乘以DV 所以从这两个字可以看出来 如果价码一样 可以变常数提出来 左右两边价码会消掉 上面的方程式就 这个方程式就跟我们原来写的X bar V等于XDV 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跟各位提到 如果一个三维的物体 它的比重是均匀的 你这个比重是常数 则三维物体的重力中心 就会跟这个物体体积的几何重心会重叠 那我们这边跟各位多讲几句话 记住 一般来讲 重量等于比重乘以体积 等于重力加速的乘密度乘以体积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说过事实上有三个星 一个是考虑重量的重力中心 一个是只考虑体积的叫做几何重心 还有一个是只考虑质量的叫做质量中心 也就是质量中心 而质量中心就只跟这个密度有关 只要一个物体的密度是均值的 这物体的质量中心就会等于这个体积的几何中心 只要密度是均匀的 质量中心就会等于几何中心 那重力中心跟质量中心的差异 事实上变成了是这个重力加速度 差别是重力加速度 一个干嘛一个是基层上弱 那我们讲过一般来讲 重力加速度都是constant 除非这个物体非常的大 所以一般来讲重力加速度是constant 所以只要密度是constant 一般来说 一般来讲我们的那个比重就是constant 除非物体非常的大 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样子 因此只要密度是constant 基也是constant 那比重就是constant 这个时候几何重心也会跟质量中心在一起 所以真的结论是 如果这两个都保证是constant 那几何重心重力中心跟质心 一定是通通一样的 OK 随便跟各位说一下 好 那下面呢 还也是一样 就是一个三维的物体 它也会有对称面 假定我们说 一个三维的物体 有一个面是对称的 代表了这个面 这个物体的这个面 左右两边 这边有一个P点 这边一定会有一个P plant点 而P跟P plant点 P跟P plant点的连线 一定是到这个面的距离是一样 而且呢 是垂直这个面的 有了这个只要有一个P点 就会有一个P plant点存在的话 我们就说这个面 是叫做这个物体的对称面 那如果是这个物体的对称面的话 针对这个对称面来讲 它的体积一次距一定等于0 因为这边有一个正X 那边就有一个负X 所以XdV一定是等于0 因此我们的几何重心 一定会落在那个对称面上 因为三维物体 常见的三维物体 很多是对称面 都有对称 所以有一个对称面 它的几何重心 一定落在那个对称面上 如果有两个对称面 那几何重心一定是落在 那个对称面的交线上 两个对称面的交线 如果有三个对称面 几何重心 一定就是落在 那三个对称面的交点 那时候三个对称面 就会交在同一点 那一点就是我们的几何重心 那下面这个图 这个表 也是你们课本上的 就是几种常见的体积 因为这里面看 每一个体积 第一个 左边的第一个 是一个半球体 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呢 是一个半椭圆体 第三个是一半的抛物线体 右边的第一个是圆锥 第四个是脚锥 你们仔细看 这五个几何形状 每一个都有两个对称面 所以我的几何重心 一定落在两个对称面的交线上 因此这个表格上 都只告诉了各位 它的X bar 从底部算起 这个没有一个要记 通通不要记 真正考试的时候 要找几何重心 题目一定会给你们 没有人要求你们记这些 OK 当然如果是一个长方体 它的几何重心 你们就不能 或正方体不能说不知道的 OK 但是像这些 你们没有一个需要记 而这个的观念是一样 如果现在有一个物体 是个复合体 像下面左边的 我们要找它的重力中心 那也是一样 就是把它分成好几个 以这个来讲 我们分成一个长方体 加一个长方体 加一个四分之一的 好像一个π一样的 有它的厚度 然后减掉两个圆 中空的圆 中空的圆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 x bar乘上总重量 等于每一个小块的xi 乘上它单独 xiwi y跟z 也是一样 这边呢 我也要注意到的 以这个题目来的 你们要注意到 这个小圆饼 因为是中空 所以呢 它的重量是负的 然后依照左边这个图 假定 这是xy轴 重轴是y 这是x轴 重轴是y轴 这两个小圆的 它的y bar yi 也是负的 因此它乘起来的 yiwi 是正的 反过来讲 你们看那个长方体 它的重量是正的 但是它的yi是负的 因此乘起来的yiwi 就是负的 也就是要住 如果是三维的 依据它定的坐标 有些小圆件的 重量中心 或者几何重心 会是负的 这层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待会举个例子 那中空的 重量还是负的 同样的道理 我不是算几 重量中心 算几何重心 那体积 公式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差 只把重量 换成体积 那最后 我们这边 给各位介绍一下 你们课本上 第十二个例题 这个就是一个机械元件 跟刚刚前面画得很像 我们目的 找出它的重量中心 这个元件 厚度通通是 12.5mm 12.5mm 然后中间有两个圆柄 圆柄的直径 通通是25mm 那个是我们知道的 剩下的尺寸 通通晓得 它要我们找它的重力中心 可是因为这个很明显 这是一个均值物体 所以 第一步 我的重力中心 就是我的几何重心 因此我们题目简化到 我只是找这个几何形状 三维几何形状的体积的几何重心 然后我们把它分成四块 分成四块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 第一块那个长方形 长方体 你们仔细看 我的长方体的尺寸是12.5 乘上50的高 50mm 长度是112.5 我直接算到原点这一点 为什么直接算到原点这一点 因为如果我把到112.5 原点这一点长方体拿掉 剩下的右边就刚好是一个四分之一的圆 如果我一个糊涂 我把它切在这边 也就是说我长方体的长度 如果我只算100mm的话 我剩下的不是四分之一圆 我又多了一个12.5乘12.5乘50的柱子 所以这边切要注意 所以我们分成四个元件 第一个是一个12.5宽 乘50高 再乘上112.5mm长的长方体 第二个就是我那个四分之一的圆柱 半径是50 厚度也是12.5 第三第四个 就是我们那个中空的圆柱 所以它的体积 因为我们现在变成算几何重心 体积是负的 直径是25 半径就12.5 厚度也是12.5 那依据这个 我们要找它的 那个几何重心 就是一样 结论就如下面的这四个表 我们一个个说明给各位看 第一个表 它的体积 我们就当然先做体积 因为这很简单 你就是每一个 每个元件先算体积 然后找出Xbar Ybar Zbar 然后Xbar乘以体积 Ybar乘体积 Zbar乘体积 最后加起来 先看第一个长方体 体积就是50mm 乘12.5乘12.5 然后它的Xbar 因为厚度 X是沿着它的厚度 所以Xbar就是12.5的一半 6.25 好 注意 我的Ybar是-25 因为我们的原点在最左上角 所以Ybar是负的 Ybar是-25 那Zbar呢 很简单 就是12.5除以2 56.25 这都不难 那乘的时候 你们就要看 Xbar乘以V是正的 Zbar乘以V是正的 Ybar乘以V是负的 所以第一行的Ybar乘以V是负的 因为长方体的Ybar是负 第二个 我们来看 这个四分之一的披萨 依照我们前面的讲的 在X方向 它的几何重心就是从原心 因为这是一个面积算3%R R是等于50 把R等于50带进去 得到结果 如你们这边看到是21.21 但是要注意 这个21.21不是Xbar 因为21.21只是从这个原心 算到重心的距离 那我们要算的是 从原点算到重心的距离 所以还要再加一个12.5 所以第二排 我们的X面积就是0.25乘上π 乘上50的平方 然后Xbar不是21.21 是33.71要加上12.5 但是Ybar就没问题 就是21.21 但是要注意也是负的 然后Zbar就很简单了 因为厚度只有12.5 所以Zbar就震得6.25 以此乘开来 注意第二排 X5V跟ZV都是正 Y乘上V 结果也是负 因为Ybar是负的 然后第三个 我们考虑的是 比较偏外面的小圆圈 那它的体积 就是π乘上半斤的平方 12.5平方 再乘上厚度12.5 然后它的Xbar就很简单 12.5的一半 6.25 可是要不要忘了 它的体积就要写负 是负的 Xbar是正的 Ybar是负25 Zbar就算到原心的距离 我们刚刚讲的 依照这边的尺寸 你们可以看到 是25加50加12.5 因为要从原点算 所以是正的87.5 这个时候你们就要注意到了 乘出来的Xbar乘以V 是负的 因为V是负 Ybar乘以V是正的 因为Ybar跟V都是负 Zbar乘以V是负的 因为V是负的 然后第四个小圆比 面积还是一样 就是π乘12.5的平方 乘上12.5的平方 如这边所显示 然后Xbar还是正的6.25 Ybar还是负的25 Zbar就变成12.5加上25 乘了37.5 结果也是一样 Xbar乘以V是负的 Ybar乘以V是正的 Zbar乘以V是负的 所以最后加起来的 Zbar乘以V就是前面的两个正 减掉后面的两个负 Ybar乘以V相反 是前面的两个负 加上后面的两个正 Zbar乘以V也是一样 前面的两个正 减掉后面的那两个负的 就加上后面的两个负的 那这个Smission都出来 这个体积也是一样 第一个的体积 加第二个体积 减掉后面两个的体积 总体积也知道 那最后 它的几何重心 只是一个简单的除法 就结束 这个结束了 我们这个第五章 而且第五章基本上不难 你们唯一要注意到的只是 第一个分清楚 什么叫几何重心 什么叫重力重心 什么叫做直心 它们在什么时候会一样 什么时候可能会不一样 以及如果是一个复合体的话 不管是复合体 是体积还是面积 还是线 还是三维物体 还是二维物体 怎么样找出复合体的 几何重心或重力重心 这结束我们这个第五节 最后 我们这边又有一个选择题 想看看确定大家 这其实大部分答案 我刚刚都已经又讲讲说过了 看这个里面 指几个复兵这不能错 Gamma我们就是指的一个物体的比重 G是重力加速度 Raw指的是物体的密度 G大写的字母的G 指的就是center of gravity 重力重心 大写字母的C 就是centroid 也就是几何重心 CM就是center of mass 指的是直心 我们问下面这五句话 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 第一个 我这边说 如果Gamma是常数 则G跟C 就是同一点 认为对的请举手 想一想 第一个选项 认为对的请举手 如果比重是常数 则几何重心 跟重力重心就重叠 对一个三 不管三维还二维的物体 随便 意思是一样 认为对的请举手 这有点奇怪 认为错的请举手 怎么大家都没有意见 有一个对的吗 我们再来一次 请注意 你们每人要给我举一次手 我不管你们认为是对还错 认为对的请举手 有同学举手了 那没有举手 我不准说不知道 你们只要猜一个 那认为错的请大家举手 剩下人是怎么样 怎么会不举手呢 我们先告这个 你们现在先练习 我们可能等到最后两三节课的时候 我会下载一个软体 到时候搞不好叫 你们可以有AB栏可以直接点 那时候会知道谁选了什么 那时候叫算孙子 现在都没有啊 好吧 刚刚说认为错的是不是有人举手 认为错的谁举手了 刚刚不是有人举手吗 现在呢 郁明还有没有 认为错的举手 好吧 哪一个告诉你们为什么认为是错的 记得回答问题的时候 只要答对是总分加一分啊 你们为什么 举错的头 你们有没有哪个告诉 为什么认为是错 请大家说一 上次大家觉得很乐利啊 怎么今天大家都不讲话了 你们可以跟旁边人讨论一下 刚刚举手说错的 请说明一下为什么 因为对的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对就是对啊 所以要说错的才要回答 有没有同学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是错 什么 请说 你在说吗 请大声一点 快快快 我五题选择停止准备 划五分钟的 我不想划二十五分钟 刚刚哪一个说错 为什么错 有没有哪个同学可以说明一下 说出来的答案是正确的 就是说明的是正确的 我们总分加一分 哪一位 有没有 刚刚举错的 认为是错的几个同学 好吧 不管刚刚举手是对还错 只要认为这里是错的 讲得出原因的 请说明一下 有谁要说明 说错不会扣分 说对的一定加分 加总分 有没有谁要说明 请说 干嘛常数就是均值 刚刚你是误解了 我们说干嘛等于常数就是 对不起 我们从哪一次 也许我题目没讲清楚 我只要说常数 应该就是讲的 干嘛就是均匀的 常数就是说 各点的干嘛都一样 好 我们再来一次 如果这个物体 各点的干嘛 比重的值都一样 则这个物体的体积重心 就会等于它的重力重心 认为对的请举手 我修正的题目 比较不会误解 有没有人举手 认为对的 大家都认为是错 认为错的请举手 有没有同学 你们怎么对自己 那么没信心呢 第一题不是很复杂 第一题是小学问题 好吧 第一题先告诉大家 答案是对的 那就是我刚刚讲过的 几何重心跟重力重心 差的就是一个 W等于比重 乘上体积 所以只要比重 都是一样会消掉 所以几何重心 一定会等于重力重心 第一个选项 事实是对的 第二个选项 如果这个物体 各点的干嘛都一样 那几何重心 等于直心 对还是错 如果干嘛 大家先花一 十秒想一想 如果比重都一样 几何重心 就等于直心 好 请大家无论如何 举举手啊 反正答错 我也被抓出来扣分啊 因为现在都不知道啊 打认为第二个选项 是对的 请举手 有不少同学 认为错的请举手 为什么先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们说 有举手的是对的 那没举手就认为错了 我一说希望你们讲 因为很多不举手的事 表示还没决定 所以认为错的请举手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人举手 有 目前有三个 四个 好 就你们那四位 说明一下 为什么是错 你们为什么认为是错 哪个同学说明一下 不要举手 那四位同学 你们刚刚为什么会认为是错 谁回答一下 赶快 回答了总分加一分 你不要真的下次 请说 对 就是这么单纯 不要忘了 我们刚刚讲的 Gamma是等于G乘以弱 如果基本上来讲 如果重力加速度是固定 那Gamma是都一样 密度就会一样 这个时候 重力中心会等于直心 可是如果这个物体非常很大 因此我的G就不会是常数 G不是常数 我的密度就不会是常数 那这个的时候 几何重心就不见得等于 它的质量中心 所以第二题 我没有说G是常数 所以严格说起来是错的 经过了第一题 第二题 剩下三题就大家会比较单纯 第三个选项 我们都问的是 如果重力加速度是定值 常数就是指的是定值 密度 密度 密度也是定值 那这三个心都是同一点 如果重力加速度是定值 密度也是定值 则这三个心 几何重心 重力中心跟直心 一定是同一点 认为是对的请举手 来慢慢的 还想举手继续举 好像大家要先想一想 对我肯让你们先想一想 好 请放下谢谢 认为错的请举手 有没有 没有 没错 这个是真正是对 这就大家要注意到的 重力加速度如果是定值了 密度也是定值 那比重也是定值 所以三个心 反正你们记得 重量重力中心 会跟比重有关 直心跟密度有关 几何重心就纯粹只看 它的体积 所以如果积跟弱 都是定值 干嘛一定也是定值 这个时候几何重心 跟重力重心 直心一定重叠 这个是大部分的状况 第三条讲的就是 大部分的情形 OK 可是关键是密度 第四个 如果重力加速度 不是常数 就是很大的物体 但是 它的密度 还是固定 每一点的密度 都一样 那 因为重力加速度 不是常数 所以第四听 我们说 这个时候呢 我的几何重心 和直心 是不一样的 是不等 对 还是错 密度一样 重力加速度不一样 表示是个很大的物体 几何重心 跟我的直心 不会重叠 想一想 认为对的请举手 有没有人举手 好 请放下 谢谢 认为错的请举手 好 哪位告诉我 为什么是错 为什么是错 因为G G是跟重力中心有关系 跟其他两个心没有 对 注意 直心 跟几何重心 之间的关系 只在密度 因为质量 就是等密度 乘以体积 所以 只要质量是均匀 几何重心 就会跟直心重叠 不管重力加速度 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没有问到 重力中心 最所以第四个选项 是错的 只要密度 是固定的 几何重心 就会跟直心重叠 最后 反过来讲 如果 重力加速度 这是正常的case 重力加速度 是固定的 密度 不是常数 各点的密度 不一样 那我们就说 这三个心 通通不会重叠 都会不一样 对 还是错 大家想一下 好 想一想 密度 各点密度 一个物体 各点密度 不一样 就像 我这个手机 这右边是 不锈钢做的 左边是 那个 铝合金做的 那这个手机 就是密度 会不一样了 那这个密度的 几何重心 重力中心 跟子敬 通通不一样 是对 还是错 认为对的 请举手 有几位 好 请放下 谢谢 认为错的 请举手 也有的人认为是错 认为错的 请说明一下 你们为什么认为它是错 什么 它有三个对称的面 但是 都一样 它有三个 三个对称的面 指的是几何重心 在对称线上 但是不代表 重力中心跟几何重心 跟那个直心在那个线上 对称 我在强调 不管是一个面积的对称线 或是一个体积的对称面 我们强调都是 有对称 几何重心 会在那个对称的位置上 但是跟几何重心和 那个跟直心和重力中心无关 所以这个选项 答案是对 这要各位要注意到的 我这句话就提醒各位 只要密度不一样 这三个心 就不会在同一个位置了 至于物体是大事小 其实不是重点 关键其实是在密度 只要密度不一样 这三个心就不会重叠 这是你们要注意的 那一般来讲 因为其实只要密度不一样 比重也就不一样了 通常 请说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它是一颗球 然后它中间的一个半径 它是如果是不锈钢的 然后外面那一圈又有一圈 铝做的 那它的中心都一样 你是说一个球等于是 假设它是两个材料包起来 就是一个大外壳 包一个小的圆外壳 是不是 这种情形之下没有 你的 还是一样 它的 这点 这个同学问的问题很好 我们这样子换 我们不要用球 就说圆 这样子一个 这是不同的材料 我告诉各位 这个时候 它的几何重心 跟它的 几何重心在圆心 但是 它的重力中心 跟直心 不是中心点 是会偏的 因为这两个材料密度不同 不会在中心点 会在这两个材料之间 某一个位置 通通会不一 那个 基本上 对 可是 等一下 对不起 老师应该要修正一下 我自己也想错了 第五题 刚刚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 如果 机一样 挺好 重力加速度是一样 密度都不同 你们 第五题 我是错的 第五题 大家应该是错 它应该是 重力中心 跟直心 会 同一点 但是跟几何重心 不同点 老师自己也想糊涂了 所以注意 密度不一样的时候 重力中心 跟 那个直心 会是同一点 但是跟几何重心 不同点 这是第五题 所以第五题 大家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错的 所以刚刚你同学 你问的问题就是 如果是一个大的壳 包着一个小的壳 材料不同 还是一样 几何重心 在中心点 但是它的重力中心 跟直心 会偏 会偏 刚刚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 未来两个礼拜 我们要上了第六章 第六章 可能在某方面来讲 是这一门课 最重要的一章 最重要的一个应用 请各位要特别注意